好这个呢在26号这一天 激进组织ISIS-K呢 他们就是在这个科布尔机场外头 发动了自杀炸弹的攻击 也导致了将近200人死亡 当中包含了有13名的美军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呢 就誓言要报复 美军也动作很快 已经使用了无人机进行空袭 成功击毙这个恐攻的主谋 好其实呢在这一场恐攻之前 CNN的记者呢 曾经就在阿富汗 专访了ISIS-K的一名指挥官 这名指挥官呢 当时就预告说 一直在等待发动恐攻的机会 先来带你看一段 ISIS-K指挥官的访问 对于阿富汗的攻击 好 刚在画面当中看到的 这名CNN的美女记者 她其实前一段时间 都一直待在阿富汗 进行一些采访跟访问 她也约访了一名 这个匿名的ISIS-K的指挥官 她没有办法露面 所以是这个黑影当中的 这个人 她透露说呢 她旗下能够让她指挥的 这个ISIS-K的成员呢 大约是有600人 她说她自己呢 其实也亲自下场 曾经和塔利班来并肩作战过 那么这名指挥官也指出呢 这个组织的成员 其实他们的行事作风 是相当低调的 但是他们也一直在等待 袭击的机会 她强调说呢 在这些外国人 外国公民离开阿富汗的时候呢 也就是他们组织 扩大行动的最佳时机 随着现在呢 外国军队逐渐的离开了 他们呢 也可以开始重新的 要启动他们的行动了 CNN的报导也指出说呢 在这个专访影片的内容 透露出 其实26号的这一场炸弹攻击 早就有机可循 CNN的记者沃德就说 他们在这个和塔利班的哨战交流的时候呢 发现在机场附近这些哨战人员呢 他们关心的只有大家身上的这些通行文件 并没有积极的来找寻 每个人身上可能的一些金属用品 有没有武器或是有没有爆炸物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细节没有注意到 才让自杀炸弹客呢 有机可乘 好 另外一个画面呢 就来讲到了 是这个科布尔机场的一个最新画面呢 因为呢在今天不断传出的枪响 而且现场还看到了 有这个催泪瓦斯在释放 局势看起来相当的紧风 目击者就向记者透露说呢 疑似就是有这个塔利班的士兵 在四周开枪要驱散人群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呢 是急着想要进到机场 随着这些外国的部队来撤离 因为在26号发生了这一场恐怖攻击事件呢 有人死伤 也让美军呢撤离阿富汗的计划 是历经了最动荡的一段时间 拜登呢今天再次透过了声明表示 他誓言要追捕这个发动恐怖攻击的主使者 今天他强调了 我们已经做到了 意思就是已经击毙了 幕后的主使者 但是拜登呢他警告说 阿富汗的局势仍然是极度的危险 恐怖攻击事件很有可能再度发生 接下来TNCNN的报道 好那么刚刚提到呢 美军今天已经宣布了 他们是发动了 用无人机发动空袭 也击毙了幕后的主使者 也就是这个ISIS-K的主谋一共两个人 接着呢CNN就公布了这一个画面 是这一栋建筑物呢 上面呢都是弹孔 好位于这个南加哈省的东部 空袭时间点是在凌晨 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呢 这个房屋已经变成了一片的残破 到处都是弹痕 停在附近的车辆呢也被炸了 地上呢还可以看出有炸出一个大洞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 Urban就表示呢 根据情报显示 他们的目标是已经遭到杀害了 而且没有造成平民的伤亡 而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麦肯锡 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 他就透露说 美军呢有一个这个MQ-9死神无人机 持续的在阿富汗的空运来作业 空域来作业哦 那么这个机型呢 死神无人机 不仅是美国在阿富汗重要的 情报监测资产 必要的时候呢 这个无人机还可以 携带武器进行精准的打击 有没有可能在这次空袭行动当中 使用的就是这个死神无人机呢 外界都在猜 不过呢还有带这个美国的国防部 要来进一步的证实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讯息 提供给您